好,熱氣原創影評,今天是蕭陽身邊的龍毛記 跟大家說說上戲與十環邦傳奇 我也是看了你的影片,立即星期日可以去看組場 在總統戲院看也不錯,50元便宜 坐位置和螢幕都可以,所以如果有老人家 早上每次都可以去總統戲院,選擇FG-89,很棒 看起來的Making Offer,我都知道導演Destine 其實他也是梁朝偉的影迷,挺忠實的影迷 所以你看到在影片中,有很多梁朝偉的舊續元素 包括一代宗師或最經典的那一套 即是In the Mood for Love,花樣年華的元素都放在裡面 梁朝偉非常入戲,還有做了很多功夫 想不到他講英文真的挺厲害 而且他壓低了他的聲音,去做完整場戲 真的很酷,酷到好像他年輕的時候 買一張機票,走到倫敦喝完一杯咖啡,再回來 這個人真的是酷 認得無論,其實那把聲音壓低可能某程度上 都是參考了阿伯蘭道當年他做Godfather的影子 而且他現在跟父子的關係,即是他跟兒子的關係 希望是指成父子的感覺 都是仿照或借鑑當初馬雲伯蘭道和阿爾帕仙奴那段關係 其實我覺得這套片除了是comic book之外 其實你看到他都加了很多不同經典電影的元素 所以變成了令這套片很實在 而且那個流暢也挺流暢 即是意大利式的黑幫,他們對家庭的觀念也很重 其實中國人的社會也有黑幫,我們稱為青幫 對家庭的觀念也很重 而且子成父業的觀念也很重 有中男、有輕女 就算教功夫的時候,都是教兒子不教女兒 傳子而不傳女 沒錯,中國人社會就是這樣 父母很期待子女去成財 而且成什麼菜呢 就最好達到他自己達不到的願望 但實際上去到正片之後 你發現梁朝偉跟樓師母那段關係 是愛恨交錢 可以稱之為 因為有很多之前抽起的片段 原來是說梁朝偉知道他兒子練拳 練到三間半的手流血之後 他跟他包紮,即是跟他療傷 那一部份,其實我在戲院看過有一點雷光 因為突然間是觸動了你的情緒 不過亦都是迪士尼最厲害的 說真的,父與子那段關係 或者是真的父母和母母那件事 在迪士尼說,他每一次都抓到你的痛處 讓你突然有個位置會催淚 中國人社會的父親真的很嚴格 他笑那兩次,一次就是見到太太 見到情人,跳了拍舞 在竹林裡面很漂亮 那個幕真的很精彩 簡直是對這個俄虎藏龍 而俄虎藏龍是對這個合女竹林去致敬 這個亦都在電影裡面 滲透了很多對前面經典電影的致敬 剛才有說梁朝偉笑兩次 第一次遇到的情人 第二次就是找回一對子女回到總部 即是回到家時 梁朝偉落直升機時又笑了一下 是,吃頓飯那一刻 還有我覺得有位的士尼也很成功 因為其實如果追溯一下 說回一些保元 就是梁朝偉的角色 文武 其實他的角色你見到取材自滿大人 即是MARFEL的其中一個亞裔的反派 然後有一個位置 我想大家可能會做回研究 其實你知道其實上戲 在MARFEL的原著漫畫之中 他父親其實不是滿大人 而是一個叫做傅滿洲的角色 基本上是在西方人眼中 一個最壞的亞洲人的形象 根本就是歧視亞洲人的形象 這個形象已經是一百年歷史 因為本英最早期是在小說裏面出現的 傅滿洲 然後慢慢又在漫畫裏面出現 甚至一些電視劇 我們小時候也看到 即是他把亞洲人的形象 然後就睦眼 然後很酷 有屁股 很清朝地去做 所以為何我們推出這個MARFEL的時候 很多人都對劉先生很不滿意 就是因為很多外國人 永遠都當了我們這個中國人 是睦眼扁鼻地去做 沒有梁朝偉那麼酷 所以為何每個人都說去看梁朝偉 其實裏面也有很多之前的電影元素 例如放箭時 你會覺得好像看到英雄這一幕 竹林肯定是臥虎床 或者俠虎 其他都有很多 例如去到臨尾有很多 瑞獸、怪獸、神龍 很多科技的特技 我又看到幾幕方出來了 沒錯 動作方面 其實我們也提一提 那位武子 是 成家班 沒錯 Brand Allen 他是澳洲裔的人 西人 沒錯 他的功夫很了得 小時候已經很喜歡功夫 特地又走來香港 跟了成龍 他加入了成家班 所以你看到這部戲 會看到很多都是 以前成家班出過的動作 譬如說在巴士上打的 基本上都是 符合起 巴士這一幕 我是最喜歡的一幕 因為一談完梁朝偉之後 就介紹上戲主角出場 他出場沒多久就在巴士 和那個女… 對 在裡面去打過一幕 因為困獸鬥 在巴士的環境 以前我們在… 沒有多久之前 我們在Low Body 已經看過了 但是這一幕 就比Low Body更加精彩 因為它不僅有巴士上打鬥的鏡頭 還有巴士在三藩市 最好飛車的地方 很多電影都在三藩市 因為斜路多 最好是拍飛車片 巴士一直在飛車 女主角又在駕駛巴士 生死時速 生死時速 然後在裡面又打鬥 所以同一時間 非常緊張 所以這個開頭 這一幕真是精彩 它是由車內 打到車頂 然後再打到車的側面 同一時間 還要在三藩市 打到後半段 後半段 再斬開 退到前半段 之餘 它還要在三藩市玩生死時速 這樣鏟下山 整件事 差不多是將所有飛車 打鬥的元素 沒有再放在一起 我覺得有小事狂野時速 但是它現在的玩法 功夫的元素更加強 另一個場景 我們點評覺得 就是在竹鵬 竹鵬 也是成家派最擅長的環境 將場景放在搭鵬的大廈 沒錯 這次是高樓大廈 會比較緊張 堅尼地 但是這次你看到 在摩天大廈外玩鵬架之餘 我覺得有個位置 都可以關注同作指導 Brand Allen 現在已經是RiP Ris燈 不在 然後還有一個攝影 Bill Pope Bill Pope其實之前是 22世紀殺人網絡的一個攝影師 所以变成了它很熟悉这类型的运镜 其实这一部分我觉得也是中西交融 因为竹棚呢 以前我们小时候已经是 小林搭棚大师 搭棚大师 或者是成龙 基本上玩竹棚已经好 但是到了这部分 你看到在运镜 其实它的美感 它选了在夜晚 很多时候我们以前竹棚 都常常是日间 但是它选了在夜晚 在一些霓虹灯 剪影底下去做一件事 看到它的美感很强 之余 你看到它因为有特效的辅助 所以它的运镜 又可以在盆外面 或者在盆外面 走来走去 那种感觉也是 就算你是很熟悉 配合了澳门的夜景 似澳门 因为它整部影片在澳洲拍摄 似澳门的夜色 整件事很融合 我记得这部影片里面 其实有很多金具 我记得阿潮说 我食业比你吃什么 用过瓶来说 因为它是一千年 一千年人磨 值得这么小 另外 袁华 好像应该是袁华 教他射箭的时候 也是提醒了年轻人 一句说话 心中如果没有把 那就是等于无的放斥 立志 立志 有个目标 就是人生意义在哪里 这次其实对中国文化 他们研究得很深入 也是非常精彩 他真的做过很多研究 所以让我们看到 所有的中国文化 都是切合的 是 不会乱来的 好像是西人 看着我们 是 它有山海经里面的神兽 除了有龙 是很贴切 也有这个帝刚 就是比较有趣的 两边缩有 两边缩有 没有头没有面 一对翼 六只脚 好像是鸡翼 这个猪脚 这其实是帝刚的神兽 以前的先文是代表歌舞的一个神 或者是一个山神 在《山海经》里面有 除了有这个 我们熟悉的凤凰、麒麟 那些都出现过 还有九尾湖 一进去 基本上它进入竹林之后 在左上角 左上方应该看到一只九尾湖 除了它有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 亦都说了 一个千年的人魔 那它是因什么事不去征服这个世界 去放下了 那其实是寻找自己的幸福 什么是幸福呢 你找到你所爱的人 而它又爱你 当然了 如果你找到一个爱的人 它不爱你 有什么幸福呢 所以这个是人生的幸福 应该是这样去寻找的 嗯 不知道Steve有没有留下看完 他两个彩蛋 有有有 其实我看彩蛋位 其实都可以分析 就是预计回 其实应该是未来 是的 除了是欢迎 还有刘思慕 就是港家常用器 还有夏宁 夏宁 加入了MCU之外 那你其实看得到 那个铁环 就是那个铁环 其实它背后应该会交代 是外星生物的一些武器 而且它好像有一个座标 应该可能会是 不知道是在号召 一些外星生物出现 那现在是好奇 其实即将会推出那套 或者是韦恒族 就是马虎的作品 会不会真的有些位置 会追索回这个位置 到时大家可以留意 是的 大家都要留意 尼尾的彩蛋位 夏宁那里 就接管了这个十环邦 没错 接管了不特意 你留意它用的武器 因为十环邦 本身它用的武器 就是这个斧头双勾 老虎的斧 斧头双勾 而大罗邨 就是女家那边 是用棍子的 所以你尼尾看到那些人 已拿着棍子 但是中间有两个斧头 双勾的那些勾 那就变成了 他们就合并了 接着来的十环邦 是会更加精彩的 今天的影评到这里 如果大家在这一段影片 记得点赞 记得点赞 订阅和订阅 点赞 大家常常找你 下一段好夜见 拜拜